大家好,我是Den 今天我们来看一下关于 你可能不知道的27件事 1993年6月16号 在首尔出生的Pak Boog 从小学时期开始 他就梦想成为一名创作歌手 后来他将自己的演奏和歌唱影片 寄送到多家公司印证 其中演员专门企划公司Siders HQ 最先回应 公司认为他具备演员的外貌 建议他一边从事演员工作 一边兼职歌手 因此Pak Boog 与Siders HQ签约 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 后来当负责他的经理人 从公司独立出来时 他与Chartian,Sungjungi等人 一起转头Plasm娱乐了 在一个选秀节目中 YG杨颜色表达了 对错过Pak Boog 的遗憾之后 因一家娱乐媒体的误解 导致将此事误报为 他被YG淘汰 从而在网络上流传开来一片题为 三大经纪公司错过的艺人的报道 让人错误地认为他没有被选中 然而遗憾错过他的真正原因 是他已经加入了Siders 中学高中时期的Pak Boog 被称为目东高中生 目东的那个孩子 在网上搜索目东的那个孩子 就会出现Pak Boog 的名字 而在Pak Boog 出道后 网上还流传过他穿校服的照片 Pak Boog 在节目修理的名乏中 谦虚地认证了这件事 在初中高中时期 我并不是没有人气 提到Pak Boog 的话 人们至少会知道是我 在NDA PARA 播出后的一次采访中 当被问到第一次谈恋爱是什么时候时 Pak Boog 回答说 是在中学时遇到的那个人 我们一直交往到高中 感觉像是交往了很长一段时间 但具体多久我已经不太记得了 那时候我们分手又复合了好几次 2011年 Pak Boog 透过电影PLYING的正式出道 扮演了主角的基地 在翻车事故中最终丧命的角色 而且只在电影开头的前五分钟露面 此外他与爱与共同拍摄的Hurukar Rusu广告 也是他的广告出道作品 Pak Boog 在他的影视作品中 通常扮演命运坎坷且多类的角色 如被遗弃 默默暗恋他人 被杀害 被刺伤 以及被债务困扰等 这些角色充满了苦涩味 因此粉丝们将他的作品集称为炎甜 虽然有部分粉丝们不喜欢看到Pak Boog 再次流泪 但他哭泣的样子极具感染力 令不少粉丝为之疯狂 这些粉丝们自称为炎甜变态 渴望看到更多他流泪的样子 Pak Boog 在Hurukar Rusu中首次亮相电视剧 之后在Kakisheter 饰演了一名名叫明月的学生病 展现了一个模范的角色形象 Pak Boog 那爽朗且阳光的微笑 也吸引了观众们的目光 在电视剧《Wonderful Mama》中 Pak Boog 首次以重要的角色亮相 在一次访谈中 Pak Boog 提到 自己从歌手转型为演员后 首次参与了这样一部需要长期投入的作品 从那时起 他对表演产生了强烈的渴望和热情 当时他也参加了该剧的制作发布会 这为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2014年 首尔出生的Pak Boog 在电视剧《Cham Chuan 》系列中 完美地掌握了情商豆的方言 精彩地表演了主角以色金的幼年时期 透过这个角色 Pak Boog 展现了自己的魅力 开始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 在电影《Gagaj Kanda》中 Pak Boog 扮演了一位帅气的警察 在另一部电影《明朗》中 他饰演了一位与敌人抗战之最后 并牺牲的江陵之子 虽然他的戏分不多 但他在片中的表现 特别是失去父亲后的哭泣场面 以及战争结束后 将鱼头交给遗孙性的情节 深深打动了观众们的心血 因此 当时Pak Boog 被观众们称为是 鱼头少年 在电视剧《Nerdot Cantabile》中 Pak Boog 扮演了与男主竞争的角色 这是他出道后 首次担任重要的配角 不过这部剧在首播时 收视率虽然达到了很不错的8% 但到了最终级 收视率却急剧夏之华4到5%了 2015年5月开始 Pak Boog 开始担任 衡量艺人人气的重要指标 Music Banker的主持人 在Music Banker的公开录影日 KBS的停车场 经常挤满了钱来支持的粉丝们 在《Nerdot Cantabile》这部剧中 Pak Boog 扮演了一个 既是一位神秘律师 也是一位心理证探 具有双重身份的角色 这个角色让他作为演员的能力和魅力 得到了更多的关注和认可 虽然这部剧的收视率不算高 但在话题性方面一度登上榜首 证明了Pak Boog 的影响力和吸引力 在电视剧《Nerdot Cantabile》中 Pak Boog 扮演了一位 在围棋领域展现出天才半天赋 但在生活中却显得有些笨拙 不太善于社交的角色 Pak Boog 精湛的演技 完美地诠释了这个角色 成功地赢得了观众们的血 Pak Boog 通过《Nerdot Cantabile》的成功 确实巩固了他在韩剧界的地位 这部剧的巨大成功 不仅让他的名字成为家喻户晓 也提升了他在行业内的影响力 成为当年度KBS演技大奖的主持人 进一步证明了他在演艺圈的 受欢迎程度和专业认可 在电视剧《Kurumi Krintalp》中的角色 Pak Boog 的表现 不仅是他职业生涯的转折点 也确实标志着他成为顶级艺人的时刻 不仅在收视率上取得了20%的惊人成功 也让他在KBS演技大奖上拿下了最佳男演员奖及其他重要奖项 而在韩国Kalup公布的当年度最佳艺人调查中 Pak Boog 已高达35.2%的票数 首次登上了榜首 证明了2016年是Pak Boog 的年份 即使成为顶级明星 若长时间缺乏活动 可能会使大众快速遗忘 这让许多艺人急于确定下一部作品 或者选择多做 但是Pak Boog 在Kurumi Krintalp之后 虽然从有前途的艺人跃升为顶级艺人 并收到了来自电视界和电影界的无数爱戴 但他却选择暂停活动 专心于学业 2018年2月初 Pak Boog 传出即将毕业的消息 在演艺生涯中 他四年间未曾休学一次 并以优异成绩完成学业 这再次引起了网友们的关注 Pak Boog 选择了Namda Kinko 作为他时隔两年的复出作品 与演员Sung Yegul搭档 而Sung Yegul也是在《天阳夜虎约》之后的复出作品 这两位顶级艺人的相遇 引来了大量的关注和话题 虽然Namda Kinko是一部平静故事的爱情剧 但第二季的全国收视率就达到了10.3% 证明了两个人的强大影响力 在《穹穹记录》中 Pak Boog 扮演了一个从平寒家庭出身 梦想成为演员的角色 因为Pak Boog 要在2020年8月31号入伍 所以这部电视剧以100%的预知方式播出 而在Pak Boog 入伍前一周的8月24号 结束了6个月多的所有拍摄 Pak Boog 的钢琴演奏技巧非常出色 甚至达到了专业水准 在电视节目粉丝见面会等场合 他经常展现自己的才华 2020年6月初 Pak Boog 透过竞技公司申请加入海军宣传团 并申请成为一名键盘手 他通过了钢琴演奏和歌唱能力的测试后 参加了面试 并于6月25号被录取为海军文化宣传并 他于8月31号下午2点入伍 参加了第669期的海军训练课程 然而 由于他在入伍前不断工作 他的电影《Subble》仍在他入伍后上映 尽量减少了他入伍后的空白期 2023年 Pak Boog 与他的原经纪公司 Plasm Entertainment结束了将近10年的合作关系 并转移到了The Black Label 2023年5月4号 Pak Boog 所属的经纪公司The Black Label 公开了Teyang的EP专辑主打歌 Naya M.O.M.的特别现场影片 在这段公开的影片中 可以看到Pak Boog 在首尔夜景的背景下弹奏钢琴 而Teyang则在旁唱歌 后来Teyang也特别受邀在2023年8月13号 出席Pak Boog 在首尔举办的粉丝见面会 很多艺人在不同的节目中赞美过Pak Boog 的人品 称他为很善良的人 在下雨天 他也被拍到与经纪人共撑一把伞的样子 据了解Pak Boog 在采访前总是会询问经纪人记者的名字 并阅读该记者过去的文章以准备采访 2020年9月9号 就在Pak Boog 入伍不久之后 一所孤儿院的工作人员 在IG发布了一张Pak Boog 的贴文 在入伍前送来的手写心和漂亮的蛋糕礼物 孩子们非常开心 所以我们还附上了Pak Boog 送出的礼物认证照片 之后根据一家媒体对孤儿院的独家采访后 大家才得知 这个持续了7年的秘密善举 尽管当事人Pak Boog 正处于与世隔绝的巨婴生活中 但这件事也很快引起了热议 Pak Boog 的下一部作品是预计于 2024年6月上映的新电影Wonderland 在电影中 他饰演一位20多岁的男性 与由苏季饰演的20多岁女性相爱 但最终成为了一个植物人 在剧中 他将扮演现实世界和虚拟世界的角色 展现出双重面貌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YK